我就是想去隔壁宿舍兄弟那儿借点吃的 而他却想吃了我 同学变成丧尸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答 泄妖 人在宿舍 死里逃生 别问 问就是刺激 正文开始 你们听说了吗 明天我们学校又要封校了 老二急匆匆跑进教室坐到我们旁边 什么鬼 疫情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为什么还要封校 老大问 听说是狂犬病 现在医院一天要接收好几十例狂犬病 学校应该是怕出事吧 现在狂犬病都这么高发了吗 果不其然 下课的时候辅导员就专门跑了一趟教室来通知这个事情 一贯平静的脸上居然带起了一点焦急 嘱咐了好几遍 今天没什么事最好就别出去了 弄得还怪紧张的 我开玩笑道 老四不会又想囤东西了吧 我还真想 一直没出声的老四说 等会儿我们就去趟超市吧 就像之前疫情的时候 囤点方便面饼干饮用水什么的 有备无患 就算封校了学校肯定要管你的呀 老大无奈 但看到老四有点难看的脸色 还是妥协 好好好 听你的 我们现在就去行了吧 老大 老二 我 老四 是一个宿舍的 全校唯一一个混合专业宿舍 但也是全校有名的铁哥们四人组 老大是化工 老二是体育生 我学的新闻 老四学的临床 天南海北的专业 凑在一起却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他们什么都好 就是老四有点焦虑症 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喜欢囤东西 疫情的时候就不说了 囤得方便面到现在还剩几包 就是前段时间的核污水事件 老四非要去囤岩 我们三个好说歹说 半强制的才把他给拦下来 现在学校要封校 他的焦虑症又犯了 还能怎么办 只能跟着去呗 我们去了个大型的仓库是超市 老四一进去 就拿了两箱混合口味的方便面 和几大桶6L的矿泉水 然后又把货架上 剩的十几袋压缩饼干 扫当干净 老大看着不到片刻 就快要被装满的购车 有点无语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去逃难了 不过和老四一样的人还不少 平时哪看见过这么空的货架呀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 超市里人满没换 好多货架都空了 疫情的时候 好像都没这么夸张吧 不买白不买 老四说他请客 老二抱着一大堆零食 放进购物车里 又去提了两桶肥宅快乐水 我说的是必需品 你那些零食你自己买 老四边扫货边美好气到 零食也是必需品 你忘了之前 我们被关在寝室 没零食吃那种痛苦了吗 老二的话一出 老大都默默去拿点零食 我没理会他们半嘴 一直在张望着四周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感觉气氛有点奇怪 大家的情绪好像有点过于紧张 以前不管是疫情还是台风 我们来同货 都没这样压抑的氛围 突然砰的一声 一瓶葡萄酒摔碎在我脚边 飞溅的玻璃碎片在我的脚上 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 流了点血 他们被吓了一跳 赶紧过来看我的伤口 老二抱脾气 当时就和那个没拿稳瓶子的男人呛起来 你他妈有病吗 拿个东西都拿不稳 但是那个男的好像有点奇怪 脸色煞白 全身发抖 眼睛红得像得了红眼病一样 他看了老二一眼 张了张嘴 突然抽搐的倒了下去 口中不断涌出白沫 老二瞪大了眼睛 连退几步 疯狂白手 卧槽大哥 你不要碰瓷啊 这不关我的事啊 超市的工作人员赶过来 却只是打了120 然后架起了隔离带 驱散周围的群众 是应该这么做没错 但是总觉得有点过于迅速熟练 甚至有点冷漠了 我心中违和感越来越重 催促他们 我们买完了赶紧回去吧 出了这事 他们也没了玩笑的心思 动作迅速结账走人 老四买了一千多的东西 塞满了出租车整个后备箱 另一司机都在说 看我们这个样子 他下班也想去囤点东西了 令人真是快把我吓死了 老二回到寝室还心有余悸 什么病啊 这么恐怖 抽搐 口吐白沫 跟网上说的狂犬病的症状有点像 老大边查手机边说 寝室里静了一瞬 老四搓了搓胳膊 说狂犬病有传染性的 我们这段时间还是别出去了吧 正说着 年级大群里辅导员突然开始刷屏 封校时间提前 所有同学一个小时内回到宿舍 一个小时后 学校大门将不再进出 啊所有人 一个小时 那些在外面一个小时内赶不回来的同学怎么办 群里瞬间吵翻了天 但辅导员再也没有上线回复过 这这这是合法的吗 老二愣愣的说 我意识到 事情好像严重了 之前疫情的时候都没发生过这种事 外面走廊传来连续不断的脚步声 我过去开门看了看 就见隔壁宿舍的哥们 拿着几个大袋子 还有拿快递用的小推车往外跑 他看见 我还停下来问我 要疯效了 你们不出去买点东西啊 我打着哈哈说 马上就去了 看他跑远 我关上门 顺手锁了一下 宿舍里三个都在给家人打电话 让他们去囤点吃的 然后别出门 我父母早逝 爷爷奶奶都在山里 有自己的菜地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老四给他爸打了电话之后 又给他妈打 但是连续打好几个 都没人接 我眼看着老四胳膊上 鸡皮疙瘩冒起来 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他焦虑症又犯了 我过去帮他搓胳膊 安慰他 阿姨现在在医院肯定很忙 你别着急 等会儿再打 老四的妈妈是医院急诊的 平时就很忙 经常接不到电话 现在这样也比较正常 但老四焦虑症犯起来 轻易好不了 还在不断打电话 打了不知道多少个 终于有人接了 妈 那边似乎很嘈杂 有点听不清对面说了什么 老四干脆开了外放 妈 你在哪呀 那边回过来的 却是一个男生 小远 是小远吗 老四愣了一下 康叔叔 小远 你就待在寝室里 听到没有 别出门 千万别出门 那边太嘈杂了 康叔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 我眼几手快按下了录音键 康叔 我妈呢 但康叔好像完全没听到 一直断断续续的重复 别出门 就在寝室里 外面有 突然闭的一声长音 彻底断开了 宿舍里陷入死一般寂静 神 什么情况 老二抖着声音说 我觉得不太对劲 拿过老二的手机 点开刚才的录音 把声音拉到最大 康叔的声音刺耳至极 我却注意到另外一件事 你们听到没有 背景音 老大皱着眉头 脸色难看 有奇怪的喘气声 我只在游戏里听到过 我妈出事了 老四突然站起来 抓过手机 从抽屉里翻出身份证 就要往外冲 我和老二赶紧把他拉住 外面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你不要命啊 没听康叔说吗 不要出去 那是我妈 老四失控的对我大吼 我哑口无言 和老二对视一眼 放手了 老四去开门 第一下没打开 我刚刚顺手锁了的 他把锁打开 就要按下门把手的时候 突然门被重重砸了一下 发出一声巨响 老四被吓了一跳 从门口退了一步 我趁机把他拉开 去看猫眼 门外所有人都在跑 脸上表情惊慌失措 卧槽 老大突然惊叫出声 把我们从门边拉开 眼睛瞪着下面 门与地面的缝隙 缓缓流进来一滩液体 红色的 是血 老二吓得一蹦 但是也没敢开门 隔着门敲了敲 问 兄弟你还好吗 没人回应 外面也没人跑动了 楼层陷入寂静 血还在往里流 我去拿了条毛巾堵住 我们坐在老大和老二的床上 谁也没说话 其实我们都还没怎么回过神来 普通大学生 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啊 一阵铃声响起 是老大的女朋友 给他打的电话 老大赶紧接起来 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开了免提 宝贝 你再寝室吧 千万别出门啊 诚哥 你们宿舍有退烧药吗 林月着急的声音传来 小雪刚刚出去买东西 回来就发烧了 现在都昏过去了 我们想带她去医务室 但是宿管把大门锁了 不让我们出去 宝贝你别急 我有退烧药 想办法给你送过去 老大安慰林月的时候 我给隔壁的哥们 打个电话 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在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钢子 你回来了吗 外面什么情况 浩哥 钢子声音居然有点哭腔 浩哥 外面有怪物 他们看着人就摇 我刚刚还看见 有人的脖子被咬了 流了好多血 我脑中空白了一瞬 然后反应过来安慰他 你回来了就好 就待在寝室里 别出去 东西都买了吧 抢到点饼干和水 还有几瓶啤酒 钢子冷静了一点 开玩笑道 到时候 我到你们起来喝酒 妈的 这架势 跟丧尸出城 世界末日了似的 我沉默了一下 道 你好好休息一下 实在不行来我们寝室 打地铺吧 也好有个照应 挂了电话 我瞄了眼年纪群 已经有好多人 在群里求退烧药了 似乎都是出去了之后 就开始发烧的 还有好多人被咬到了 在求酒精的 消息飞快刷屏 辅导员和学校领导 跟死了一样一声不吭 学生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看网上 都在说是丧尸 被咬了就要传染 这不开玩笑的吗 老二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 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不是说就是狂犬病吗 我和老大对视一眼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狂犬病被传染了 不会马上发烧 也不会见人就咬 老四突然说话 他表情还是很低沉 但至少没那么激动了 老大 最好让嫂子 把他室友隔离一下 免得出什么事情 我刚刚问了宿管 学校让封锁大门 任何人不能进出 学校的跑腿团 也不接单了 老大叹了口气 转身和他女朋友 打电话去了 我突然心里一跳 想到了刚刚被玻璃 划出来的伤口 我们又和那个发病的人 离得那么近 会不会 我了解哭腿看了一下 伤口长淡不深 已经有点结痂了 不过当时还是 实打实流了血的 我莫名恐慌 去拿了酒精 到厕所冲洗伤口 顺便加了个体温计 幸好疫情的时候 囤的物资都还没有用完 老三 没事 你只是被玻璃片划到的 没和令人接触 老大过来安慰我 我勉强冲他笑了笑 平下了手上的动作 拿起温度计看了看 幸好没发烧 你们看 老二拿着平板过来 给我们看了一个视频 马路上 几个看上去 已经被感染的人 张着血盆大口 嘶吼着见人就扑 四周间叫声刺耳 然后砰砰两声 应该是有警察 拿着枪赶到了 但诡异的是 那几个人 只是在冲击力的影响下 后退了一步而已 下一秒 又嚎叫着冲向了人群 瞳孔灰白 满脸血迹 不怕疼痛 不会死亡 这他妈不是丧尸是什么 老大难难道 我也猛了 难道真的是 丧尸围城 世界末日 老二顺手下拉刷新了一下 却发现视频都不见了 所有账号都在发同一个内容 来自央视的紧急通知 眼熟的主持人 满脸严肃凝重的说了一长串 总结下来就是 不明病毒肆虐全国各地 通过血液 飞沫传播 传染性极强 攻击性极大 致死率极高 请广大居民保持居家 封锁门窗 避免外出 等待救援 全国上下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但请相信党和军队 会竭尽所能保障人民安全 视频播完一遍 谁也没动 又自动循环播放了一遍 巨大的恐慌 弥漫了整个寝室 世界末日 真的来了 老四突然跳起来 冲向我们堆东西的地方 把所有物资都清点了一遍 方便面52包 压缩饼干16代 6L矿泉水5桶 零食若干 然后泡面 只能用自来水 老大抹了一把脸 深吸一口气 还能怎么办 只能听国家的了 那我爸妈怎么办 老二一个一米八级的体育生 居然也红了眼眶 我想到了钢子 他在隔壁一个人 刚刚又出去过 他应该知道 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想去看看钢子 我说 但是外面 老大一愣 我走到猫眼处看了一下 外面已经没人了 小心一点 尽量别发出声音就是了 我跟你去吧 老二说 顺手拿了一个哑铃 我小心打开门锁 将门推开 顺畅地让我愣了一下 刚刚砸到门上的那一声巨响 应该是有人倒在了门口 门应该被堵住了才对 门打开 走廊空无一人 只留下一滩刺眼的黑色血迹 我和老二对视一眼 还是轻手轻脚走到了隔壁 我轻轻敲了敲门 没人来开 我又转动门把手 倒是没锁 但我拥有种不祥的预感 门还没完全推开 一个人影就猛地扑向我 卧槽 老二惊叫一声 眼疾手快 把我拉开 刚子面目猙獰 瞳孔已经变成了白色 嘴巴张得太大 嘴角撕裂 满脸鲜血 一下扑空 又转头精准地向我扑过来 快跑 老二把哑铃扔出去 打中了他的肩膀 但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只是停顿了一下 又朝我们扑过来 老二拉着我往回跑 刚子在后面穷追不舍 老大开门 老二吼了一声 老大把门打开 我们冲进去 但是砰的一声响 大门没关上 夹住了刚子的胳膊 刚子沾满血的手 在墙上乱抓 老二用尽全身力气抵住门 卧槽他力气好大 你们快想办法呀 眼看着刚子 一只脚也要挤进来了 我们束手无策 这只老四突然疯了一样 拿着哑铃砸向刚子的胳膊 一下右一下 老四眼睛发红 不要命似的狠狠地砸 又是砰的一声巨响 门终于关上了 一只血流模糊的胳膊 也留在了我们寝室 老二和老四 喘着粗气跪在地上 哐 哐 刚子还在那边砸门 每一下都好像 砸在我们的心口上 用桌子椅子抵住门 看着被桌子椅子 堵得死死的门 我们四个摊坐在地上 久久无言 昔日的同学 转眼就变成要吃人的怪物 我觉得 这肯定会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林月 老大突然蹭地下站起来 双手发抖 林月宿舍 还有一个发烧的 对了 刚刚林月还在说 他们宿舍的小雪发烧晕过去了 我给刚子打电话的时候 他还好好的 到现在过了 大概40分钟 我对老大说 老大赶紧给林月打电话 好在只响了两声就接了 宝贝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诚哥 林月在那边哭得撕心裂肺 小雪变成怪物了 她想吃我们 别怕别怕 你们现在在哪 我们还在宿舍 刚刚你说把小雪隔离 我们就把她安置在阳台 魏文去给她送水 她突然就把魏文咬了 到现在还在撞阳台的门 宝贝你听我说 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宿舍 离魏文远一点 刘奇盛世也在 你们两个去看看外面走廊 有没有人 没人的话 就快点出去 躲到靠东边的那个杂物间里去 记得带上水和吃的 等我来找你 听懂了吗 快 老大挂了电话 脸色难看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要去救林月 果然 老大 外面那么危险 咦 怎么过去啊 老二难难道 老大 老四的声音异常严肃 你也看到了 这种情况 学校肯定不会管我们了 我们的东西 只勉勉强强够吃半个月 你有没有想过 林月 也许还要带上刘奇 他们过来了 东西怎么分配 我们以后没吃的了怎么办 老大沉默了 低着头 拳头捏得死紧 我的角度 能看到他通红的眼眶 可是林月是我女朋友 这种关头 我不想扔下他一个人 你要管你女朋友 就不关兄弟的死活吗 老四激动起来 脸色苍白 身体又开始发抖 他的焦虑症又犯了 老四你别激动 老二吓了一跳 赶紧过去扶着他坐下 老大深吸一口气 声音发着抖 我爸妈现在生死未卜 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他了 你们要实在是接受不了 我就不带他回来了 你们还能多撑几天 话音一落 宿舍又沉默下来 我是觉得 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吧 而且嫂子不是说 他们也买了吃的吗 老二挠了挠头 率先说 我叹了口气 林月作为老大的女朋友 平时和我们关系就很好 而且帮了我们很多忙 实在做不到见死不救 而且总不能真的让老大走吧 我看向老四 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他也动摇了 我们一起去吧 四个人合作 总比一个人闷头乱闯好 我说 老大看了老四一眼 见他没有反对 突然聚了一宫 哽咽着说 谢谢 谢谢兄弟们 外面天已经黑透了 我走到阳台看向外面 却愕然发现 原本已经空荡荡的校园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无数人影 那些人影漫无目的地移动 行动缓慢 姿势诡异 学校里已经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了 他们也走到阳台往外看 看样子他们未光 所以白天看不见 晚上才出来 老四说 老二翻出来一个强光手电筒 打开往下面照 正巧找到一个人的脸上 那人半边脸的皮都垮下来了 反向我们的方向 突然加快速度 张开血盆大口 嚎叫着冲过来 卧槽 老二下北赶紧关了手电 我们回到寝室 锁紧了阳台门 幸好这是在三楼 那些丧尸应该冲不上来 他们是为阳光 其他的光反而会让他们兴奋 老四说 现在出去绝对是送死 我们只能明天白天的时候 找个机会去 老大摸了一把脸 答应了 我是被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的 昨晚一闭上眼 就是刚子血肉模糊的脸 外面时不时传来丧失的嘶吼声 我几乎一夜未眠 天蒙蒙亮的时候 勉强瞇了一会儿 是老大老二 在拆桌子椅子腿 在前端绑上水果刀 做成一个简易的武器 老四递过来一小袋饼干 和一盒牛奶 这两天先用零食顶顶 方便面留到后面再吃 我们去林月宿舍 需要穿过排球场和体育馆 然后上到二楼 他们在楼梯旁边的杂物间 老大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学校的地图 体育馆太危险了 便一爆发的时候 指不定那里有多少人 我觉得不太行 可以从操场绕一下 现在太阳那么大 操场的风险小得多 敲定了计划 我们换上长袖 穿上后外套 把床单系成绳子 从阳台翻出去 老二打头阵 老大断后 排成一纵猎朝女生宿舍跑 外面烈日灼灼 操场上空无一人 我朝四周看了看 暂时没发现有丧尸 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一点 刚刚那两个也是体愿的 我们还一起上过课 老二边跑边叹息 靠近女生宿舍的时候 我们看见宿管阿姨 在阴影下游荡 脖子上被咬了个 触目惊心的豁口 衣服扯都没了一半 我们下意识平处呼吸 尽量挑有太阳的地方绕过它 顺利进入宿舍楼 可惜杂物间没有窗户 不然还可以让他们 直接跳下来 一进走廊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除了老四 我们三个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当下没忍住干呕了好几下 干呕的声音 立即引起了丧尸的注意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宿舍 立马就有丧尸冲出来 看着血肉模糊的丧尸 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向上跑 丧尸在白天的速度不快 我们三步并坐两步地上二楼 眼前就是杂物间 但门口 有两只张牙舞爪 不断拔门的丧尸 我草泥马 老大怒吼一声 将桌子腿横过来 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居然一下子就把两只丧尸挤开 丧尸伸长脖子和手攻击 暂时被挡住 我们赶紧上前去拍门 凌月应该是听到了动静 即使把门打开 我在最后拉了老大一把 在丧尸冲过来的前一秒 所有人进入杂物间 门被关上的一瞬间 丧尸砸到门 发出一声去响 凌月扑到老大的怀里 嚎啕大哭 眼睛已经肿成了核桃 宝贝先别哭 我们还要想办法回去 老大安慰他 但是手上也抱得死紧 我和老四去看了看 他们带出来的食物 有四袋方便面 其他的都是些零食 老二在杂物间 翻到了一个巨大的扳手 两把长长的扫落叶的 大扫帚 还有一丁扒 还是阿姨的工具多 老二开了个玩笑 外面的丧尸还在砸门 我们得快点想办法出去 我看了眼的两把扫帚 这种竹扫帚面积很大 把手够长 应该可以用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扫把 并到一起 两个人在前面 举着挡丧尸 其他人跟在后面 一定要在扫把的长度范围内 我说 用最快的速度跑 跑到太阳底下就好了 其他人都同意这个方案 我们拿绳子弄好 老二和老四 把做的武器给了两个女生 老四拿着扳手 我把馋的水果刀 换成钉扒 老大老二举着扫把 我们几人对视一眼 三 二 一 冲 门打开 丧尸一拥而上 又被扫把挡住 老大老二发出怒吼 使出吃奶的 进推着丧尸往前走 丧尸被冲散 又撂到旁边来攻击我们 我挥舞钉扒 打中了一只 直接带下他一片皮肉 老大老二一人一边挡在旁边 不断用扫把驱赶丧尸 快点跑 好在距离不远 我们跌跌撞撞 终于跑出来了 炽热的阳光打在身上 我从没有这么喜欢过 夏天的太阳 呼 呼 老大和老二手撑住膝盖 喘着粗气 太 太他妈刺激了 这可比游戏刺激多了 我们相视笑了一下 凝重的气氛终于缓和下来 快点回去吧 往回跑的时候 我看见不远处的超市 犹豫了一下 同意了 于是我们改变方向 往超市跑 超市里面大部分货架已经空了 日用品之类的还剩下一些 我们各自拿了个袋子 分头找 啊 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从最里面的货架传来 我们赶紧跑过去 就看到刘奇躲在老四的身后 身体发抖 老四挡在前面 一动不动 我走上前看了一眼 倒吸一口凉气 角落里有两只丧尸 一只已经被啃得没有人样了 另一只 脑门上居然被敲出一个大坑 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我看了眼 老四手上被染红的扳手 没忍住 冲到旁边吐得昏天黑地 老四 老四 别看了 我们走 老四的状态不对劲 老大捂住他的眼睛 把他拖走 直到跑回宿舍 一杯热水下肚 老四才缓过神来 他哆嗦着手 眼中满是惊慌 老大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老大抱住他 安慰道 没事没事 那些已经不是人了 他们是丧尸 已经死了 你不算杀人 我知道这样的安慰 没有看着刘琪被咬 或者和刘琪一起被咬 趁着天还没飞 我们从窗户 翻到隔壁缸子的宿舍 继承了他的物资和被子 老大把床 让给两个女生睡 自己打个地铺 我们清点了一下物资 我们现在有六十代方便面 二十代压缩饼干 一大堆零食 五大铜水 我不知道我们能撑多久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半夜 我迷迷糊糊的还没睡着 听到老四那边 传来他惊醒的声音 随后 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开始嚎啕大哭 没有人去安慰他 老四自从听到他妈出事之后 就神经紧绷 现在哭一哭 发泄出来就好了 末世 我在短短两天内 经历了无数悲欢离合 末世第四天 电停了 我们只能用冷水泡面 勉强填饱肚子 晚上没有空调 热得满身是汗 一个接一个去冲凉 回来躺在床上 听到外面丧尸的嘶吼 睁眼到天亮 第六天 刚开始还热闹的年纪群 逐渐没了声响 我们各自给家人打了电话 哭了一通 然后手机也没电了 宿舍彻底成孤岛 第七天 我们被丧尸撞门的声音吵醒 然后发现外面到处游荡着丧尸 他们连阳光也不怕了 第九天 我们的物资还没吃完 却都受不了了 老二本身代谢快消耗大 到现在饿得饭了两次低血糖 女生们吃得更少 每天都在干呕 我们知道 如果不想被活活饿死 只能出去找吃的 现在有可能还有食物的地方 只有一个 食堂 宿舍距离最近的食堂 其实不远 只有不到500米 但我们必须从走廊下去 然后穿过两栋宿舍楼之间的中庭 到达食堂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但我们别无选择 老大老二改造武器 女生们把衣服全都翻出来 缝了几个厚厚的套子 可以穿在脖子和手臂上 而我和老四 花了一个晚上 加一个白天的时间 站在阳台上 观察丧尸的行动轨迹 丧尸虽然不怕阳光啊 但还是更喜欢在晚上活动 天黑的时候 从各种地方出现 聚集在操场或者大广场 这些空旷的地方游荡 对光线敏感 嗅觉 听觉强大 我们决定在深夜行动 借助月光 穿上最轻便的鞋子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老二拆了个床上桌 装上把手当盾牌 走在最前面开路 我和老四拿水果刀叉子 并排走中间 老大拿钉耙 和我们背对背走最后 我们尽量避开丧尸 但实在遇上了 一定不能心慈手软 照着脑袋打 不打他们 被吃的就是我们自己 老大还坐了下站前动员 夜幕降临了 我们小心翼翼 挪开底门桌子椅子残骸 刚想按下把手 就听见外面咚的一声 我凑到猫眼上去 就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 我深吸一口气 外面有一只 我们四个对视一眼 攥紧了手里保命的东西 冲 老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开门 盾牌举在身前 不顾一切地往外冲 那只丧尸被逼得连连后退 还没反应过来 下一秒 老四的水果刀就插进了他眼睛 砰 丧尸应声倒地 老两对着老四竖了个大拇指 快走 我用气声提醒他 下楼的时候又遇到两只 老大老四一人一只解决了 他们的手在发抖 但是没办法 我们要活下去 出了楼 丧尸多了起来 门口的空地上 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 我们按照计划 选了个丧尸最少的路线 突围 老二举着盾牌一通乱撞 体育生的优势 在此刻彰显得淋漓尽致 挡路的丧尸大多都被他撞开 我和老四白刀子 进红刀子初解决 又从两边扑上来的 老大的钉耙 挥得虎虎生风 硬生生勾住一个丧尸的胳膊 把他甩飞了出去 眨眼间 我们冲进了对面的宿舍楼 关上大门的一瞬间 我抬头看了看我们那栋宿舍楼 阳台上 一双 两双 三三两两无数双眼睛正看着我们 我还看到三楼有个人的嘴型 加油 没多做停留 我们随便找了个 开着门的寝室进去 准备从阳台翻出去 路过厕所 还听到里面有丧尸 在一下右一下撞门 估计是爆发之前 就被室友隔离了 不知道这个宿舍 其他人去哪了 或许逃出去了 或者已经变异了 事事无常 我们迅速穿过去 悄无声息 跟一对幽灵一样 丧尸大军果然大部分都在操场 宿舍楼和食堂中间的马路上 一直都没有 顺利的让人心惊 我们没从正门进 而是绕到后厨的小门那里 离仓库更近一点 但是锁住了 门打不开 我看着挂在外面 并没有上锁的铁链子 皱紧梅 是从里面锁上的 食堂里有人 也对 不是只有我们需要食物 也不是只有我们想到了食堂仓库 但是这么回去又不甘心 老大朝四周看了看 暂时没有丧尸过来 就上前轻轻敲了敲门 兄弟 开个门 里面沉默了有一会儿 我们四个在外面心跳声都听得到 终于 吱呀一声 里面的人还是开门了 是一个小个子男生 看着青色 微微缩缩的 里面居然有光 定睛一看 一排蜡烛立在地上 发出引火光 蜡烛后面是两个帐篷 六男三女 脸色不明的盯着我们看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人 其中一个男的站起来 向我们走过来 极高 看着得有两米了 又魁梧 凶神恶煞的 怀里还搂着一个女生 居然是他 老二嘀咕了一声 是谁 好像叫吴强 学校篮球队的 大四的学长 传说中的笑霸 老二小声说 我心头一跳 看样子 今天是不能善了 怎么来的 来干什么 声音低沉粗犷 有点傲慢 我们对视一眼 老大站出来说 兄弟 我们好不容易跑过来 拿点肉就走 吴强挑了下眉 看了眼后面的两个男生 那两人会议 到帐篷后面把门打开 原来那就是仓库的门 仓库已经不置冷了 引引有肉放坏的味道飘出来 但是货架上 那满满当当的肉和蔬菜 还是看得我们眼长无比 吴强对我们扬了扬下巴 让我们看他后面 一只丧尸都没有 四周的窗户上贴了纸板 防止光露出去 我带人清理的食堂 死了四个兄弟才换来的东西 你说给你就给你 吴强冷笑一声 老大皱了皱眉 后退两步 勉强不仰着头看他 你们只有十个人 占着那么多东西不太好吧 还有多少同学饿着呢 有本事 他们就自己来拿呀 或者拿东西来换 水平面 调料 武器都行 吴强耸耸肩 道 最好是调料 厨房调料快用完了 我可不想吃白煮肉 你那个武器也不错 难以置信 居然有人在末世 都能过得这么安逸 老大没法 在绝对的武力值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 拿丁耙换了一袋子猪肉 和一根蜡烛 趁着天还没亮 我们得赶紧回去 喂 吴强突然叫住我们 接着丢过来一包东西 竟然是又是一袋肉 我们看向他 你们告诉其他人 想要吃的就那东西来换 当然 女人也可以 吴强协笑一声 转身进门 小个子跟在他后面 赶紧把门关上了 我们看了看彼此 脸色都有点难看 呸 老二催了一口 发灾难财 迟早要遭报应 我拍拍他肩膀 快走吧 一会天就亮了 我们原路返回 却在翻窗进楼的时候 迎面遇上两只丧尸 两只半边身体都快没了的丧尸 猛的向我们扑过来 老二快速举起盾牌挡 却被推得退了几步 老四还在翻窗 老大甚至还没进来 老二这一退 把我挤到窗边 老四手一滑 摔下去又绊倒了老大 两人相撞发出声响 瞬间就吸引了周围的两三只丧尸 迅速围了过来 我和老二在里面对付两只 好歹还有一个盾牌 一把水果磁刀 老大老四在外面 只有一把武器 面对的是源源不断围过来的丧尸 曹 老二发了恨 举着盾牌狠狠一推 同时脚上飞踹 直接把一只丧尸踹飞了出去 我一刀插中另一只丧尸的脑门 截裹了它 赶快回过身去拉老四 老四被我拉起来 回头却刚好看见 一只丧尸正要咬上老大的肩膀 老大 老四突然正托我 伸手将老大狠狠一拽 两人瞬间调换了位置 下一秒 丧尸的血盆大口 就咬上了他的后背 忍者剧痛 老四一下扎中丧尸的太阳穴 将他推开 顺便也推开了后面围上来的丧尸 快走 老四给了我们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老大迅速翻进来 又把老四拉进来 我们完了命狂奔 顺利穿过中庭 回到宿舍 我们身上都沾了血 把两个女生吓了一跳 你们没事吧 李悦冲过去抱住老大 老大却没第一时间安慰他 而是围到老四身边 看他的伤口 我的天 刘奇发出惊呼 瞪大眼睛 看着老四背上血流如柱 猙獰无比的伤口 宿舍陷入死寂 一阵抽烟的声音传来 我们看向老二 看见他大滴大滴的眼泪 从脸颊上滑落 行了 老四说 不至于不至于 早点解脱了也好 谁知道这操弹的末世 什么收拾个头 正好 我还能去找找我妈 我往医院的方向走 我觉得我妈也会往这边走 说不定半途就遇上了呢 就是不知道 是他把我吃掉 还是我把他吃掉 老四用衣服把伤口缠了一圈 暂时止住了血 然后走了 临走前 他站在仰天中平大吼了一声 我不想去猜测 这一声是什么意义 看着他亮亮呛呛的背影 我只知道 我会恨吴强一辈子 我们把吴强那里 可以换东西的消息 告诉了其他人 在阳台上吼的 然后发现 其实还有很多同学 在宿舍里艰难求生 之后几天晚上 陆陆续续有人往食堂去 有些回来了 有些没回来 而我们没再去过 末世第十五天 我们这栋楼 不知道是谁开始唱歌 越唱越大声 然后一些阳台 陆陆续续亮起了烛光 有人跟着唱 合唱的人越来越多 声音越来越响 有丧尸被吸引过来 又被铁门挡在外面 就在中坪聚集 我听着歌声 热泪盈眶 为此刻的豪情 也未看不见的未来 哼 的一声 歌声戛然而止 有人跳楼了 第二十五天 三天前 我们就已经没有食物和水了 自来水也停了 晚上我们躺在阳台上 静静等着死亡的来临 轰轰轰 突然远处的天空 出现巨大的轰鸣声 老二挣扎着爬起来 往天边看 他瞪大了眼睛 你们看那是什么 我们跟着爬起来 就看到军绿色的直升飞机 以极快的速度 朝我们飞来 红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几个大字 在夜空中熠熠生灰 我们仰头看着 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啪 直升机巨大的探照灯 瞬间照亮了宿舍楼 刺得我眼睛发疼 但仍不想一开视线 这是末世以来 最亮的一束灯光 晚安